来我们来上课 那抱歉 我的norebook还是没办法跟 这个系统相匹配 中间不知道出什么问题 前面都还好 刚刚在修还是修不好 然后我们来 那个final project 这是第16周 所以我们上课会上到下礼拜17周 就我的课了 lecture 那下礼拜要考一个小时的 第一节要考试 下礼拜第一节考试 考第二次考试 那第二次考试的范围 就第一次以后 第一次考试前不考了 那我们只考第二次以后这样子 到今天教的为止 那那个homework 至少有一半的题目会 从homework里面出来 可能大部分都从homework里面出来 跟第一次考试一样 就是考试的类型一样 不要想太难 但是很多都 几乎都是观念的问题 这样子 那所以你们可以赶快快速复习一下 那所以我们 等一下 那今天我会讲 今天有讲两个主题 一个就是 期末的怎么准备 就是期末报告怎么准备 第一个那第二个我继续把 yolo v4教完 那一样 那助教再帮我一下 可能目前如果有些成绩 已经出来要先公布了 就是累积的啦 所以我们homework还没啦 homework就是到18周之前 有些成绩可以先 如果来得及的话 所以我们homework里面有两次嘛 那考试有两次 我说18周啦 18周的时候 他们来这边present 那18周 我说18周如果来得及的话 可能那个有就 有多少成绩就先公布这样子 那project就是20%这样子 那一样成绩最高的 我说如果算出来 成绩最高度是95分的话 我会每个都调 最高分都99分啦 就最高分99分 我会往上调 那这个是大概这样子 那我们讲一下那个 final project的东西 那final project应当是 助教再跟他们订个日期 就是要把这些要先upload的上来 这三个就是 对不起 这2跟3 就PPT档跟video 然后source code 那看upload看你要 刚之前忘记之前讲 是18周upload是隔几天 在upload的没关系 好那我讲一下 我们那个 期末 期末有百分 就是占总成绩百分之二十 那你们有可能会满分 我都可以就 present好就满分这样子 不会说一定要扣分 那第一个是你要来我们这边present 就是一样就第18周上课时间 那助教会帮你分组 那你那一组的时间到了时候就来这边present这样子 present给我们听 OK 所以是那个presentation 那整组的人都要到 整组的人都要到 那那个助教可能稍微 就点名一下这样子 整组要到 然后那个 就在class time的时候来这里present 那第二个是说 你要带你自己弄不可来 要带你自己弄不可来做presentation 这是第一个presentation 那你要做 这边有些状况 不知道怎样 OK 那第二个是 就在presentation当天 那打分数 那占40% 那我会在这边 就出状况 好那那再次你要做PPT很重要 就我再来会讲怎么做PPT 这样这边 这边有那个投影机有状况 这边 谢谢观看 我把档案卡比过来 怪怪怪的 谢谢观看 好一点 OK 那PPT档委会 PPT档怎么做 我大概跟你讲 那夜数 我的经历大概 大概20月左右 20月20月 我们不会看 你不会说夜数越多 成绩越高了 没有了 就大概这样做 那有demo video是最好 demo video 那我也讲过 你的那个source code 你有两种方式 一个是 你的paper里有附source code 你就把它跑起来 然后测它的data 这样就好了 当然是你有自己写 那更好 有自己写的话 那你用上自己data 那个我也没关系 那个是更好了 那你有做demo video是最好 就demo一下你的video 这样子 那source code的话 基本上你就upload upload上来 所以我们基本上upload 有PPT档要upload上来 然后videoupload上来 然后source codeupload上来 这样子 那看助教怎么形式 让upload上来 压缩起来 upload的话 怎样看成为比较方便 这我会看 这我还只会看 好 那我们开始讲 怎么做PPT 那我是以这篇paper为例子 就学生 就假设你有读一篇paper 那是这篇paper 那是title 这作者名字 那这是他出版 就是他从哪个journal 出来这样子 OK 所以我们希望是你就是他的title 那作者名称 那是哪个journal出来的 一般来讲要写页数 没关系 那keyword有就自己打 那这边要写一下 这边注意一下 这边看group的多少 看你是第几个group 这是present的 然后你是哪个系或哪个所 那如果有实验师 研究生有实验师 那大学生不用 那这是你的名字 这样子 那要不要写贡献度 先就不用写 我们就假设每个人都很用功做 做这样子 那这个是大概第一页是这样子 那第二页的话 这个可以copy我的 copy这个东西 copy这个就是introduction 然后system 我能把ptt讲给 就是这六个 就我待会马上讲 就system 要不要introduction 那要不要写system setup 就是你如果有 像我们有做robot arm 就写system 那如果你没有system的话 就是这个第二章就不用 那第三章是主要你的演算 它的演算法 framework就主要它的架构的演算法 所以主要是第三章 那第四章是它的实验结果 那包括资料收集 那实验结果 那第五章是 它的discussion跟feature work 然后reference 再把它copy过来 好 那我们就一个一个讲 那introduction的话 第一个是 它的动机是什么 那通常 通常paper里面 学校这电脑有点旧 通常introduction的第一段 就在讲它的动机 你在看paper的时候 通常这个introduction的第一段 就在讲 就在讲它 这一段 在讲它的动机 动机就是我为什么做这个东西 什么叫动机就是我为什么做这个研究 那不是 就是你 它为什么做这个研究 像它这个来讲 它为什么做face detection anignment 它为什么做这两个 为什么做detection跟anignment这个研究 意思是说它的应用在哪里 动机通常是讲 你做这个研究的应用在哪 可以用在哪里 这叫动机 application在哪 这叫动机 那动机完要 我们第二个是要讲它的 不好用 动机完 motivation完就是 你这篇paper的objective的目标做什么 目标明确 它目标就是说OK 那我要detect人脸 那包括bounding box 有包括landmark 就一点一点的 所以要人脸detect face的bounding box 跟landmark 那你keyword最好红色把它mark起来 因为你是在做报告 所以这个keyword可以把它红色 就是你要做bounding box 要做landmark 那就是这个 做bounding box 那上面有点吗 landmark 这是它的目的 就这样 那目的通常在 写一下 后面从第二 通常introduction的第二段 我们做工程 我们是engineering工程的话 这个paper都很死 格式都非常死 你看从这里就开始reference 然后目的是在哪里 通常是在最后 introduction的最后 最后这边 就这里 我们 对不起 这应当是在贡献 目的应当是在 就是related work后面这边 那有时候是在哪边 有时候是在aptract aptract的第一段通常是动机 那第二段就是 你看我们 这第二段就是它的目的要做什么 所以introduction的motivation 有两个就是aptract的第一段 第二段或是introduction这里 那你的目的 目的就是在introduction的最后那两段 或是aptract的这个motivation后面这边 它会讲它为什么 它要完成哪些工作 它要完成哪些工作 那中间都是related work 那related work你也不用管它 那你在读paper要 但是我是说 我这一堂课你related work 可以不管它 因为related work通常要 读好多paper 慢慢才 就有看才有懂 不然你只读一两篇你有看没懂 所以那再来是第三个 我刚刚才没讲完 introduction有包括motivation objective 那related work是在 是放在这里1.2这里 那通常paper是在 刚刚讲的第二段这里 这是第一段 第二段这里就开始 是related work 这个框框就是相关的工 第几篇paper 它写reference 第几篇paper 那这个你不用 在你的报告里面不用管它 这样子 好 那我再继续讲 好 那我们再围到 那你的global framework很重要 global framework就是粗略的 让大家知道 这篇paper 大概在目的要讲什么 那我讲好paper 好的paper 你要判断一个paper好不好 通常他一开始就会讲这个 就是你的主要的global framework 那这个通常是在一开始这里 就global framework这里 Figure 1 那catching很重要 catching就会讲他这是什么 那以这篇paper来讲 他就说 我事实上分成三个步骤 一 二 三 三个步骤 那他称为pnet 三个 三个network 然后rnet 然后onet 你要把这个简单写下来 那pnet意思是说 ok我最主要是做bunding box 要找到bunding box 而且快速找到 要快速找到bunding box 那找到以后输出到第二个步骤 我要去把不要的bunding box 删除掉 你要最后我要留下来 你要最后我要留下来 留下这bunding box 是 几乎是最后 最后的bunding box 所以他会做refine refine的动作 那最后呢 最后步骤 他只留下 因为他只有个人脸 每个人脸 人脸一个就detect 只有一个bunding box 两个就两个bunding box 然后最后步骤 他除了bunding box 他要去做lain mark 所以他整个三个步骤 就我讲的 第一个他讲 就是很快的找到 那第二个再做refinement 很多不要的bunding box 删除掉 那第三个是最后决定以后 还要找lain mark 这是他的整个架构 很单纯 所以global framework 基本上是给人家概念 那global framework 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是 他的方法只有一句话带过 像这个他的方法是什么 叫pnet他设计的 他的方法就using rnet using ornet 他有三个network 至于细节他不讲 他最主要讲我的input output 那很重要是 都以图为主 图为主 然后呢 就图范例为主 那简单写字来解释 这样就好了 这就是global framework 那我们在打你分数会看这个 他如果没有的话 他如果没有画这个的话 通常这paper比较 可能比较差一点点 但不能绝对这样子 通常都有global framework 所以这第一 所以introduction就是这三种 motivation objective 动机什么 那主要他要做什么 那就简单介绍一下 他主要目的就是这个 这是最终结果 那输入是这个 这样子 这样子 那这是global framework 那再的话 relative work 我们就基本上就 在我这边就 你就 你如果有就贴进去 不用 没有就算了 这没关系 那通常relative work 我们最主要是要探讨 这我提供你参考 你不一定要写 就说他有什么方法 他以方法为主 因为他的 他的刚刚这三个方法 他要做detection 他要做landmark 然后发展这些方法 那别人怎么 别人也是这个动机 就在这个领域里面 那别人怎么做 他有什么方法 然后他的优点是什么 他的缺点是什么 那通常 他的缺点就是 你要改善的 这篇paper要改善的地方 所以你要读paper要Q&A 你要去抓住他的重点 就 每篇paper的贡献在哪里 你要把贡献的地方 优点把它学起来 那缺点就是你要去改善他的 所以是Q&A 那最后是贡献 就是你这篇paper的贡献在哪里 那通常 贡献会在introduction的最后一段 就objective跟contribution通常会在这里 introduction最后段就是你看我 我发表一个什么新的什么方法 然后我们发表什么方法 这样子 所以通常在这里 那 一样的aptrade的话 通常最后的贡献会放在 就是一样 we propose什么方法 所以在后面那边 中间会跟你讲 这个整个就是introduction的缩写版 就是他可能一两句话就讲我的动机是什么 对 我的动机是什么 然后我解决什么问题 要用什么方法 用什么方法 那我们刚刚讲introduction都不讲方法 只是讲方法的名词 那最后我的贡献是什么 那是introduction 那introduction完以后 这个完以后 这贡献吧 我用什么 我有哪些方法 像这个方法跟这个方法 有时候是匹配的 相互匹配 就一样的方法 然后呢 我解决什么问题 那这个问题 通常是这里 我解决这些问题 那我解决这问题 我用什么方法 所以我的贡献在哪里 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解决 这些related work的问题 可是记得喔 不是说我引用了20篇related work 然后有20个问题 不是 你要去整合 假设我 这你不用写 我讲了一天说 假设有20篇paper 你可能 这20篇里面 那原来是你找的paper 20篇里面有12篇 是跟这个方法有关 那它的整合起来 它的问题在哪边 那八篇paper 另外一个八篇paper 那它的问题在哪边 那你针对这两个问题 你用什么方法 把它解决掉 这样子 那这是第一张 我们通常抓这个重点 所以我们在reviewpaper很快 我们在reviewpaper就是看 看什么 一样先看图表equation 看一看 就准备要不要继续看 又准备拒绝 拒绝paper 如果是研究所 要拒绝东西 那个很简单 就随便找个理由就拒绝了 文法不好 英文不好 随便更不用看了 就把它拒绝掉 接受才难 接受你要写说他为什么好 你要赞每一个人要想 不要随便赞每 你要去想这些东西 要拒绝 男女分手要拒绝 随便你就可以挑毛病拒绝掉 对不对 那所以要接受才难 OK 那所以我们再看这图表equation 就刚刚讲的 你有没有把这个架构弄好 那就可以准备 就瞄一下图 这图螺弄得很漂亮完整 只好再继续看 因为可能要接受的 好配合 看起来里里拉拉 可能就准备拒绝了 不用再看内容 好 那再来是 如果有系统就写系统 这我忘记填 系统的设定 那这有些介绍 就像他假设有用到RealSense 他就把RealSense资料 把它收集起来写一下 那这个不一定paper有 有时候你自己补充 你可以自己旁边写补充 我这个 我这个讲义 范例 我如果写example的话 是表示没有在paper里面的 可能跟paper没什么关系的 只是我举例来讲而已 我这个example就是这个意思 那这个 就是你假设有用到RealSense 就把RealSense资料 网路上收集把它补充起来 那你也可以写 因为我会看你 我会看你PPT 会打你分数 好 那这是网路上找的 RealSense 以RealSense来讲 他跟你说在50公分的地方 它的深度误差 误差不到大概1mm左右 这里 那可是你到10 你到那个在这里 你大概到2公尺的地方 你误差就10mm了 那距离越远 Y轴是误差 mm为单位 一个pixel的误差 深度 那这是距离 这样子 所以你距离假设到 距离超过 大概4公尺 RealSense不适合用的 RealSense只适合4公尺以内的 只是说你像 以这个来讲 你到3公尺的地方 这两个品牌 这两个型号 这个会误差到大概 小于10mm 那另外一支会大于30mm 这样子 这是网路上的 好 那我们来开始 第三个就开始讲 你的细节 就这里的第三章 就这里 framework 就你的主要细节是什么 那一开始是给人家一个概念 那这一个 这一个的画法 有时候是跟这个大同小异 就一样 只是写更多文字更多细节 所以这就有 最主要这个 所谓framework 就是什么叫framework 就是你要block block block 然后第一个block结束 我这也没有弄好 就是要输出一个箭头输出 到第二个 然后第二个完后要输出箭头 到第三个 那1到2的箭头上面 最好是写一下它的symbol 就是你1block做完的output是什么 到2 2做完的output是什么 那最后的output是什么 framework 基本上这样写才对 我再update 因为我昨天晚上再做 好 因为去年又把它改掉了 好 然后再来是 开始要讲细节 你看这有三个block 1 2 3 那这上block的title很重要 这叫title 那再就讲细节了 所以3.1.1 就讲第一个block的细节 pnet 所以就开始讲1.1 1.2 1.3 这个是这个细节 所以framework要讲细节 步骤 然后输出输入 就输出什么输入什么这样 这是第一个 那第一个输出完以后 再输到第二个 第二个 另外一个net 输入在这里 然后输出在这里 这你自己去结构化自己去画 然后这个就是细节 步骤 所以 所谓 这不是global framework 这是detailed framework 那这时候你要自己写 你要自己填这个 paper不会写这个 paper会有这个的一些细节图 就像说我刚刚讲的 这是global framework 那这个是已经detailed在这里 detailed framework detailed network 他们帮你画了 那你要把这个network 要把它画成 就要把这方向 要写很多细节部分 那这个是你要做的 你要做的事情 看你怎么设定 那值是多少 最好把实际的值带进来 这样子 然后最后los function 你看每个都是network 最后los function ok 这个提供你参考一下 所以他刚刚有三个network 那你有一个network就好好写这样子 好 那这是属于3.1.1的部分 就是detailed的东西 但是你会遇到 刚刚是讲training 所以training training有training的 主要是有los function 那influence 就不用los function 那influence就是 通常架构比较简单 这叫influence network 这可能 通常influence paper不会跟你画 paper都会画 global framework 然后再来是training framework 那influence通常不会画 influence就从training来改 所以要特别强调不同的influence 因为有时候 有时候influence 是把training某些部分拿 就不用做了把它拿掉了 就像那个GAN的話 在influence就没有discrimination 就把discrimination拿掉这样子 那influence有一个 如果是detection 有个non-maximal suppression training没有 training不需要做 training没有做 很少做后处理 那测试的时候 有时候要做后处理 有时候处理 你输出这个结果还不好 你要做一个non-maximal suppression的动作 你看这个 每个network出来 都有一个non-maximal suppression 每个network出来 又做一次non-maximal suppression 那这个 跟我们的研究 我们讲的yolo有关 我们在做detection的时候 学生常会觉得说 我待会讲 就有两个stage的话 学生都常会误以为说 第一个没有做non-maximal suppression 第二个才有做 不对 通常你只要有bonding box 像这有三个network 都有bonding box 他都会做non-maximal suppression 只是你的严格程度 越后面会越严格 然后前面可能是粗略 就粗略把它淘汰掉 把不要先淘汰掉 把它减少 像这个一样 那第一个只是快速的把它做出来 然后很快速把它很明显 错误的把它很明显的 错误的bonding box把它淘汰掉 那再才慢慢的严格严格这样子 那为什么要这样做 因为他如果一开始太严格 有时候会密心掉了 有些重要的bonding box 你就把它淘汰掉了 杀掉了 那杀掉就不回来了 意思是什么 意思是说 这里的strange hole比较低的 那再strange hole慢慢提高 那最后提更高这样子 那这个跟什么很类似 就是kenny kenny edge detection kenny有两个strange hole 一般的edge detection 只有一个strange hole 那kenny为什么两个strange hole 上次有提到 他一个比较lower bound 一个是upper bound 那lower bound就是 多一下就先把它 例如说0.1一下 confidence 0.1就把它淘汰掉 那不然你如果一开始0.5 那肯定把 有些很重要的 都把它杀掉了这样子 好 所以这是一个重要概念 这边配合很好 我这边配合detection rate 那个face detection rate很高 好 那所以这inference 那最后是rose function 所以3.1 3.1这边主要就是讲 training的framework 那training完以后 就inference framework 那再讲rose function 基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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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大致大部分都讲完 那3.2要讲什么 3.2就是说 我前面这些framework 如果某些地方 我没有把它讲完 那我就在后面3.2 3.3 3.4 只会补充前面没有讲完 讲详细的部分 所以 意思说前面你有些东西 不是不要 不需要讲那么低 还是不要 就是例如说 这个network里面 哇很多细节 在这里讲不完 因为framework framework也是 也是一个 就是global framework是出的 global framework是以图为主 input output为主 detail framework是尽量讲的 那假设这有个yolo 这里没有是yolo的话 那我把yolo独立出来 就在这里讲yolo的细节 那通常这个东西 很有可能 paper有 或是你要去看reference 那有可能很多是paper里面 有更细节的东西 那我们回到这一边 所以刚刚提到的approach 像这个approach这边 市场就在讲它的 那个第三章的部分 就细节部分 你看它的framework overall framework 然后它是讲 它要讲这个CNN的architecture architecture是那个network 长成什么样子 然后架构是怎样子 所以一开始还是先给一个概念 然后开始讲training 所以我刚刚讲3.1.1 就在讲training的部分 那training很重要一点就是 los function会进来 los function会进来 那training讲完就讲influence 那这面paper我选的 我选的比较简单的paper 大家如果比较好参考 不然有paper会 通常paper会讲很 就比较长 那所以到这里 第二个单位 所以第二个单位就是mess 方法 这样子 那所以它的整个架构 就我刚刚讲的 那前面没有讲清楚的 后面就把它补充 这就讲细节了 这一定要把它讲完 不能再一层一层衣服 再慢慢脱不行 也就是低调 没讲完就这里先把它补充 补充完就结束了 所以3.2就补充 前面某个地方没有讲清楚的 那3.3 像这一样把它讲清楚 那3.3 3.2 3.3 3.3 3.3 这个好像写错了 3.2.3 写错了 那3.3是另外一个 前面另外一个单元没讲清楚的 就补充到3.3 就3.2是补充 前面一个东西没有讲清楚 那3.3是补充另外一个 3.4补充另外一个 这样子 我是举例而已 那这就讲了 所以第三章是讲它的方法 第三章讲 就这边 这不是我的电脑 好 那第 这是第三 那 第四章就开始讲你的实验结果 就是它的实验结果 第四章 我们看这第四章 那这写3 因为它没有System Setup 所以它少一个 那一样实验结果 刚刚都讲方法 好 那因为我们是工程师 工程师主要是讲演算法 讲方法 那第四章就讲你的Data 那我们回到这一边 所以前面第三章方法讲完了 那第四章就讲你的Data 那第四章的架构 第一个 你的Data Data Collection 有哪些Data 那这里有好像两个Data 一个叫Wider Face 那一个叫 Anotic Facial Landmark In the Wild 它有两个Data Base 一个是For Face Detection 这个是For Landmark 那Data Collection 跟你讲 我有多少Data 那这Data有Label 然后呢 我80%是做Training 10%做Validation 另外10%做Inference 那范例在这里 那这也是这样 它有多少Data 那我的Label 有21个点 这样子 然后另外 Each Image Has One Face 那With 21个Label 就是21个点 然后呢 在这个研究 只拿5个点来做 这样子 叫Data Collection 那就一些范例这样子 所以要拿这5个点来做 那这叫4.1.1 通常叫Data Collection 那4.1.6叫Matrix Matrix Matrix是什么 你做研究要去衡量 一个衡量 你的衡量数学式是什么 所以Matrix本身 通常是一个数学式 所以说很简单 就是你怎么去衡量 它的Precision 那Record这些东西 然后怎么去衡量这个 什么评估 那这样就结束了 然后4.2开始就是 开始做实验了 假设你有三个实验 那4.2就是实验 第一个实验 4.3就是第二个实验 4.4就是第三个实验 就实验的方法 所以是开始做实验 那所以4.2就是一个实验 那有数据有结果 那有Table Table分析结果 那4.3又是另外一个实验 那也是比较结果 这样子 那第四章讲完以后 那第五章就是你最后的结论 跟Future work 那通常 通常 如果他没有System Setup 所以他要第三章实验 那Data 还是讲Data 然后分析一下Data 那开始做 做那个实验了 他这里开始做实验 所以他第一个实验在V 那第二个实验在C 第一评估 Detection FaceDH做评估 然后做那个 那个什么 那个LeanMark 在E 那做完后 最后一个就是你的结论 最后你的心得是什么 他做这边Paper的心得是什么 就这一个 那一样你在做的时候 不是把这个copy下 你就这里大概选几个重点 把它写在这里 最后是Conclusion跟 未来还有什么 Fature Work就是说 他这边Paper 觉得还有哪些 不要列出一大堆 就放这两三点 我这个 以后还可以怎么发展 两三个重点 那最后就是Reference 你把它贴 Reference就直接把它裁下来 贴下来这样子 所以这些图表 这些图表就是把它裁下来这样子 那另外一个注意一下就是说 我们习惯了 这里可能没写 我回到这一边好了 习惯表的caption 这叫caption 就文字叙述 会放在表的上面 figure会放在图的下面 这大家习惯 为什么我不知道 但是都这样子 你最好不要去破坏 全世界大家的 就这样一二三四 阿拉伯数字 你不要去破坏这个东西 所以表是放在 caption是放在上面 图是放在 那个caption是放在图的下面 这样子 这大家的习惯 好 那你们可能要开始做 做这个PPT这样子 那你们到时候 当场会打分数 那那个事后我还再回来 我会看你的PPT跟Video 那我会做最后成绩总和这样子 那这个就提供给你们 那希望 那是大学生 大部分大学生 所以希望那个 对你们之后做 读研究所 因为现在 研究所有帮助 因为现在读工程的 几乎都要读研究所 才有办法毕业 才有办法找到好工作 因为薪资也差很多 好像我不知道大学生 大学生4万多吧 我不晓得 月薪大概4万多吧 那硕士毕业 像我学生硕士毕业 大概150万年薪 150万年薪 大概十几万台币 就是差 那个薪水就几乎double了 几乎都要念研究所 那研究所只是 国内国外 你就自己再 在决定这样子 你现在出国又变多了吗 出国好处 就是多看看外面的 新疆比较宽大 那多看看外面的世界 台湾还是岛国 而且台湾的新闻很糟糕 就是没有什么国际新闻 都是国内的 什么出车祸 什么政治新闻 这比较不好 那国外是 国外那个有那个什么 有的新闻就是八卦 八卦新闻 信不信有你 他就跟你讲 我是八卦新闻 所以这个消息你就信不信 他就跟你讲 我昨天有看到那个什么 外星人来地球的 信不信有你 那他就拍那些照片给你看 所以他分得很清楚 媒体要负责任 那政治有政治的新闻 这样子 你要不要选择这样 那这个大概跟你讲 那出国是鼓励你们出国 如果有能力 至少像我推的学生都到很好的学校去 很好是大概前十名的 有前五名的 那我说只要六十名内的学校 美国六十名内的学校都非常好的学校 那这个是大概 有没有问题 这个有没有 目前有没有问题 就是那个PPT党要怎么做 线上的同学有没有问题 好 那我们继续 对我那个两个礼拜前 三个礼拜前 跟那个机械系的系主任聊天 因为我很熟 机械系的系主任我都很熟 很早就认识了 那个机械系如果要做专题 可以找我 然后就是实际上有啦 我是说 因为他们好像没有 机械系好像自由选择 那我讲做专题很重要 那我会跟他们共同指导 我实际上每年都有指导 几乎每年都有指导 机械系的同学做专题 那我说你不管是国内国外 那个申请学校专题很重要 那天也跟电机系前 那个谢明德我跟他很熟 主任在聊 因为这一次我们做那个运动 有三位电机系的来支援我们做运动 就是来做那个棒球的转播这样子 那我才发现说电机系也蛮open的 也可以跟我们资工谢老师共同指导 那个专题生 这不错 大家都就跨领域这样大家互相帮忙这样子 好那我这个就到这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